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根廷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一季度失业率升至7.7% 周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阿根廷今年第一季度进入技术性衰退 且在奉行自由主义的总统米莱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的背景下 失业人数增加 黄仁勋等高管以高位套限超7亿美元 英伟达登顶全球第一后连续大跌 华尔街即便是否见顶 蔡鼎在上周首次超越微软 短暂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之后 英伟达最近几个交易日来遭遇了大幅回撤 先是在上周五成交量放出天亮 台积电盘前涨1% Burstein指其2024年业绩有望超预期 格隆会6月25日台积电 DSMUS盘前涨1.04% 报169.55美元 有消息称 台积电的竞争对手三星正努力提高其3纳米制成的良率 希望抢占台积电的市场份额 诺和诺德盘前涨1.55% 斯美格鲁泰在中国获批用于长期体重管理 格隆会6月25日诺和诺德 NVOUS美股盘前涨1.55% 报144.49美元 开盘后有望冲击历史新高 消息面上 从诺和诺德中国方面获悉 近日 法拉第未来盘前大跌近37% 董事会建议反向拆股以满足纳斯达克上市规定 法拉第未来美股盘前大跌近37% 报0.206美元 消息面上 法拉第未来宣布 董事会已提出反向拆股建议 已提高公司股价以减轻被纳斯达克要求退市的风险 多个第一次 拜登特朗普首场电视辩论本周进行 他们都有什么秘密武器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电视辩论将于美东时间6月27日晚上9点在亚特兰大举行 根据主办方的声明 当晚的辩论将在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之间进行 日本央行7月或同时缩减购债及加息权衡汇率与债势稳定是重点 日本央行正在释放信号 暗示其7月的量化紧缩计划可能超出市场预期 甚至可能伴随着加息 三位熟悉日本央行的消息人士表示 尽管会出现市场震荡或严重的经济下滑 欧陆科技集团回应浑水做空报告股价反弹 欧陆科技集团周二否认了做空机构浑水研究公司对其提出的指控 称其对账目的完整性有信心 此前浑水的指控导致该公司股价在周一出现20年来最大跌幅 B站将布局微短剧计划推出近20部作品 6月25日 B站在上海电视节的微短剧大会上发布精品微短剧领域的内容规划和扶持计划 今年 B站计划推出近20部优质的精品微短剧作品 涵盖社会 文化 校园 悬疑 喜剧 特斯拉大牛八轮资本一季度亏损9% 马斯克回应 长期回报将是非凡的 特斯拉股价今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该公司CEO埃隆马斯克周一表示 从长远来看 特斯拉股票的长期回报将是非凡的 Canalys 预计2024年印度PC和平板电脑出货量将增长11% Canalys发文称 2024年第一季度 印度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市场同比增长9% 总出货量达430万台 这主要由平板电脑出货量激增37%所带动 空客集团股价大跌 此前下调今年交付和盈利目标 空客集团股价周二一度大跌于9% 此前该公司下调了2024年的目标 包括飞机交付量和盈利目标 空客周一表示 目前预计2024年调整后息税前利润约为55亿欧元 Aozora 日元上涨可能反映了月末企业需求 Aozora Bank首席市场策略师Akira Moraga表示 日元对美元周二上涨可能反映了日本出口商在月底前的获利了结和美元卖盘 中国在内 OpenAI将终止对这些国家和地区API服务 25日凌晨部分开发者收到了来自OpenAI官方的邮件 邮件显示我们的数据显示 贵组织的APL流量来自OpenAI目前不支持的地区 您可以在此处找到受支持的国家和地区 阿达尼集团 你2025财年资本支出156亿美元 印度阿达尼集团首席财务官Juk Shindersing周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该集团计划在2025财年的资本支出为1.3万亿卢比 ARM首席执行官分析师们低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软银集团旗下芯片设计公司ARM的首席执行官雷内哈斯认为 分析师们低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哈斯在周一接受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 生物技术公司LUMIS IPO定价16-18美元股 你筹资3亿美元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旧金山的生物技术公司LUMIS的条款 该公司计划以每股16-18美元的价格发行1770万股股票 美国前财政部长美联储在抗通胀路径上大错特错 金时数据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 在周一猛烈抨击了美联储对抗通胀的策略 同时也因去年他预测市场和美联储政策制定者 夸大了2024年前在降息次数的可能性而 哪类人在中国能被允许使用斯美格鲁泰减肥 界面新闻陈阳界面新闻谢新6月25日 丹麦药企诺和诺德宣布 公司旗下产品斯美格鲁泰批准 交易员预计日元这一次或将下探170关口 日元有跌至1986年以来最弱水平的风险 政府干预支撑日元的前景并未让空头交易员感到不安 据Sumitamo Mitsui DS Asset Management Co. 和瑞穗银行称 传亚马逊CEO亲自操刀Matease挑战Chad GPT9月震撼上线 据报道 亚马逊 AMZNUS 正在积极拓展其人工智能领域的版图 最新动向是开发一款名为Matease的聊天机器人 旨在与OpenAI的Chad GPT展开竞争 美国保险分销商TWFG申请在美上市拟筹1亿美元 主要面向个人和小型企业提供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的TWFG TWFGUS周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申请 首次公开募股IPEAL筹集至多1亿美元 美联储下一步是加息 传奇投资人 很有可能 智通财经获悉 传奇投资人 资管公司Research Affiliate创始人Rob Arnett表示 随着通胀反弹的风险逼近美联储 今年加息并非遥不可及 高盛 特朗普若胜选将给美元带来上行动力 智通财经注意到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首次辩论在即 高盛就他们对共和党获胜的预期发表了一份报告 随着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增加 高盛预期这将为美元带来上行动力 熊市专家拉响警报 多重风险信号压顶 标普500指数或遭70%暴跌重击 智通财经App获悉 长期持熊市观点的投资者约翰赫斯曼 在最新报告中警告称 标普500指数可能已经触及了投机性顶峰 并预示着一场潜在的市场大崩盘 来访沙特有望成为全球最大建筑市场 房地产咨询集团来访表示 沙特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 因为该国正将大量资金投入 旨在改革和实现经济多元化的项目 为规避纽约市监管规定 优步限制司机非高峰时段工作时间 据报道 为了绕过美国纽约市的一项规定 优步 Uber US 在非高峰时段禁止司机上班 导致司机工作时间减少 工资降低 优步表示 此举源于纽约市一项已实施6年的规定 外资连续10日净买入印度股票 创近一年来最长记录 全球基金连续10天净买入印度股票 这是近一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数据显示 在截至6月21日的这段时间里 全球投资者购买了价值34亿美元的印度股票 报告称美国去年因交通拥堵损失704亿美元 纽约仍是全球最堵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 纽约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最拥堵的城市 据估计 这给该市造成了91亿美元的损失 根据交通数据分析公司Inrix Inc.发布的2023年全球交通计分卡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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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